下面我们进入合同的内容这个环节 然后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以咱们生活中最常见的 也就是生意场上最常见的一种合同 买卖合同作为例子 以它为例来讲一下 从头到尾这个合同该怎么来签 来怎么起草怎么写 要注意哪些问题 最常见的合同女会了 其他的你就可以举一反三了 首先是标题 我想提个问题 标题如果是写了协议 就协议两个字算不算合同 这样如果不是写的协议 写的是备忘录算不算 写的是会议纪要 写的是意向书算不算合同 这是很多人会遇到问题 尤其是生意场上特别常见的是意向书 我标题上写的是意向书 然后我这份文件算不算合同 我这里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 这份文件是不是一份合同 不取决于标题 不论你的标题叫什么 只要你的内容具备了合同 所应当具备的主要条款 比方说你一个买卖合同 你把这个标题物 价款 交货时间 付款方式 付款地点 付款时间 金额 什么的质量标准 这些主要的条款都写了 然后你标题 不管你写什么 你写协议也好 你写备忘录也好 你写意向书也好 什么乱七八糟的标题都不管 哪怕是你不写标题 标题空着 直接上来12345 然后你们签字盖章 这份文件就是十足的 完全是一份合同 就是一份文件 是不是合同 取决于内容 而不取决于标题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 那标题与证文内容 不一致怎么办呢 比方说 我标题写的是买卖合同 但内容其实是一份租赁合同 或者我标题写的是 一份投资协议 但实际上是一个租赁协议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跟刚才那个原理是一样的 以内容为准 最后会审查你的内容 的性质 你内容的性质是买卖合同 那它就是买卖合同 不管你标题定什么标题 写完标题以后 写一个编号 写一个签订地点 后面我会给大家一个 格式的样板 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合同编号 并不是让大家机械的 说我就要正儿八点 弄这么一个编号 你要明白 我让你写这个编号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告诉你的是 一定要管理和保存好 你的合同 就是有的单位 合同量特别大 如果你不进行编号 不进行分类管理 有时候一大堆的合同里面 你可能要找出那一份 想要的合同找不着 就是说我让你写这个编号的目的 是让你重视这个合同的 管理和存档 就是别丢了 如果你能够做好 这个管理和存档 这个编号可以不写 比如说你的公司的合同 一年才签那么两三份合同 你在整个编号好像有点那个 就不用这么教条的去操作 我这里提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合同被管理好 弄丢了会有什么后果 很多人会遇到这个问题 我讲课的时候 很多人会告诉我 合同丢了之后 我向对方索赔 或者说举证就不好举了 确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后果之一 当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后果在于 如果你的合同丢了 对方的没丢 对方手上还有一份 对方手上那份合同就是孤本 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如果对方知道你的合同丢了 他在他的那一份合同上 添加任何的内容 添什么就是什么 哪怕是你们原来的合同是打印的 他用手写在上面把某一行涂掉了 再用手写的办法 在下面加一行字也没辙 到时候你到了法院你说 不对 我们当时是一份打印的合同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改动 也没有任何手写的内容 你跟法官说 对方会怎么说 对方既然来做这个事 他就不是傻子 他肯定处心积虑 他会跟你说 不对 他会跟法官说 不对 我们俩的合同是一事两份 我们两个人的合同都是 在这个地方都有图改 都有手写的内容 他现在是手上那一份 他故意藏起来 不拿出来 他是骗法庭的 他说他丢了 实际上他是藏起来了 你说这种情况下 法官听谁的 你到底丢没丢 说实话 只有你自己知道 和老天爷知道 法官是不可能知道的 那这个时候 肯定就以没丢的 那个人的合同为准 不管他怎么改 他只要说 你们俩是一事两份 两个人的都是都有改动 你就哑口无言 好 这里我强调的就是 管理和保存好你的合同 下一个是签订地点 签订地点有什么用 就是我每一个项目 我都是有用的 签订地点有什么用 就是现在市场经济 咱们的这个市场经济 和法治经济 还不是高度发达的时候 有一些骗子 这个就是预防 咱们万一遇到了骗子 怎么办 在签订地点是可以报案的 假设你跟一个新疆的 一个骗子 签了一个合同 不小心被他骗了 假如说他是在新疆 把你给骗了 但是你们这个合同 如果合同上签订地点 著名是在北京 比方说北京 长阳区这个 搜口现代城 这个A座 某某某个房间 著名了 但这个签订地点 就是具体到 越具体越好 著名这个签订地点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跑到新疆去报案了 你在这个合同著名的签订地点 就可以报案了 这个就是为了预防 你万一碰到了骗子 而设计的 下面两项内容就是 当事人 甲方和乙方 我想问一下大家 甲方和乙方 有没有一定之规 现在建筑工程领域 很多人都用这个 就是发包方 他都习惯性地说 甲方甲方 我代表甲方或者什么 这个是甲方来负责什么 这里我想告诉大家 甲方乙方只是一个代号 当然在习惯中 生活习惯中 很多人都是 比方说建筑领域的 发包方都是 都是用甲方 但我这里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甲方和乙方 只是一个代号 就你把甲方和乙方 就是替换一下 或者说你换成 X方Y方 A方B方 都可以 这只是一个代号 没有说哪一方 必须是甲方 第二个就是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那基本情况 要写哪些呢 第一个主体 就是跟你签合同的 这个人或者这个单位 如果是个人的话 要写清楚他的名字 单位的话就写名称 并且双方都保留 身份证 封印件 对个人一样 就留身份证封印件 如果是单位的话 就留什么 对 就留营业执照封印件 这样的话 确保你这个人 是存在的 或者这个单位是存在的 毕竟到法院打着官司 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而且现在 重名的人特别多 就是你一定要跟他的 身份证封印件合十 或者营业执照封印件合十 这个主体的姓名 或者名称是一个字都不能差的 比方说 北京白雪商贸有限公司 或者北京太阳商贸有限公司 举个例子 跟北京市太阳商贸有限公司 这是不是一个公司 多一个市字 或者少一个市字都不行 在法律上 它就是两个单位 就不管它存不存在 如果它是北京没有市 你给它加个北京市 什么什么公司 到了法院 人家说你告错了 你要么撤掉重新告 或者说这个单位就不存在 写完主体的姓名 或者名称之后 我们写清楚通信地址 联系人 联系手机 电子邮箱 这里做一个样板 如果是个人的话 就写这些 通信地址 为什么要写通信地址 如果大家签合同的精力 比较多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合同里面 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条款 如果有什么什么情况 甲方应当在多少多少天之前 要书面通知 什么时候 对吧 或者说出现了什么状况之后 某一方应该书面告诉对方 很多情况下都会出现 书面通知 这四个字 那你书面通知怎么通知 你说你当着面告 人家不接电话了 也不见你了 或者说你交给他书面文件的时候 到时候他否认 他说你没交过 怎么办呢 通信地址就很有用 甚至有的地方说 你想书面通知 你想去送给他 他这个人不在了 这个地址 或者不存在就没人了 怎么这些风险 通过通信地址都可以规避 只要这个通信地址一写 哪怕是这个人写的地址是假的 哪怕是这个人搬家了 没告诉你 他走了 只要你往这个合同上约定的这个通信地址 发出了书面通知 发出了相应的文件 他收没收到 是他的事 你的责任已经免除了 哪怕是这个邮件最后会退回来 你只要保留好邮寄的这个证据 小额的合同 你保留邮局的这个单子 单据相应的证据就可以 就证明你已经履行了书面通知的义务 他有没有收到 他包括他是不是拒绝签收 都跟你没有关系 你的书面通知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如果是金额特别大的合同 可以再考虑请公证人员现场做一个公证 就是你把那个文件塞到信封里的那个过程 让公证员给你出一个公证书 证明你塞进去的是什么东西 为了 这个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避免对方在打官司的时候 或者在法庭上 他说 我确实收到这么一个邮件 但是里面是空的 什么内容也没有 但小额的合同就不用了 小额的合同一般你已经在证据上面占了优势了 特别金额特别大的 又很重要的一个合同 你可以考虑请一个公证人员做一个公证 下面是写这个手机和电子邮箱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并没有让大家留传真号 我不建议大家用传真 如果说你要追求快捷方便 追求高效的话 可以考虑电子邮件 电子邮箱 用这种扫描件作为附件 发给他 约定这种电子邮箱 既能达到方便快捷的东西 相对来说比传真要好一些 因为你如果是用的这种公共邮箱 尤其是大的企业的邮箱 到时候是可以查这个记录的 当然这里要考虑的是 即使是电子邮箱 那个扫描件 它毕竟也不是原件 我这里也是教大家一个务实的一个态度 就不要机械的教条的 好像我这个快捷的方式就不能用了 现在就是经济发展速度 这个大家的节奏都这么快 我不可能 对吧 为了安全 我然后补顾效率的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兼顾效率和安全的一个办法 就是你们可以用电子邮件往来 但是每隔一段时间 进行一个书面的汇总确认 就双方再做到一块 签一个 就是白纸黑字的 盖红章签字的一个文件 做一个确认 做一个结算 这样的话 把你的风险就尽量降到最低 隔一段时间来一次 隔一段时间来一次 或者隔一隔一隔一个批次 就是这个根据你企业的实际情况 比如你们一个月有一百次往来 我每三十次 每三十次的时候 我做一个小节 这样一个月做三次小节 这样的话最多出问题 也就出问题的其中某一个批次里面 把这个主要的风险给控制住了 还有一点 我为什么让大家在合同的一开始 就写清楚手机和电子邮箱 是为了防止对方否认 说我这个手机不是我的 或者这个电子邮箱不是我的 曾经有一个设计师 辛辛苦苦设计了一份几十万的图纸 发给了就是委托他的这一方 就是购买的这一方 发过去了 因为他们都是用电子邮件往来 发过去以后 找对方要钱 对方说我没收到 打到法院以后 把那个邮箱打开 在法院主持下 说我你看我这个确实发出去了 发给对方了 甚至还收到了对方的电子邮件的回复 就是对方怎么说呢 对方说这个邮箱不是我的 不是我们单位的 这下傻了 最后法院也没办法 你怎么证明这个邮箱就是他们单位的 或者就是他们用的 你证明不了 怎么样规避这种 这种就是你们平常都用电子邮箱 或者是你们经常发手机短信 你短信这电子邮件都保留了 但是对方否认 说这两个都 这个手机也不是我的 这个手机 现在中国的实名制还没有完全落实 将来落实了就会好一些 但没有完全落实的情况下 这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我在合同中 如果注明这个的话就很好了 最后我只要证明 我往这个手机上发了这个短信了 我把手机调出来 我把手机出示给法官看 我发出了 这个手机号只要在这里留下了 那这个手机号到底是谁的 我不在乎 哪怕是大街上任何一个人的 只要是合同里留这个 说不是他的没关系 我只要往这上面 著名的这个手机号发了短信 那就视为我发给他 他有没有看到 甚至他手机卡丢了 他手机丢了 他没 这个手机他不要了 那也没办法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电子邮箱也是一样 他否认不了 这个邮箱是不是谁的不重要 只要在这合同上写明了 是谁的 我都无所谓 只要我往这个邮箱里面发了 我就是履行的合同 我履行的义务 作为单位是一样的 单位的话 就是加一个通信地址 什么的这些联系人 就是单位是什么呢 单位要加一个联系人 因为单位他自己不能跑 那公章他不能自己跑出来办事 有的时候法定代表人 他也不可能每一笔业务 他都亲自来办 有的法定代表人 可能就基本上不接触具体的业务 那么你就要把它落实到人 具体的这个联系人 然后这个联系人的手机 联系人的邮箱 这样的话 你跟这些联系人的这些信息 他设置的这些联系方式 进行联系 你都是在履行合同 都是可以作为证据 使用 下面问一个问题 是谁有权签约 如果是个人的话 肯定是你本人 签字就可以 如果是单位的话 法定代表人 我前面说了 法定代表人 就当然有权利 代表单位去签约 哪怕他们单位内部 说法定代表人 被限制权力了 法定代表人 就是一个 就是挂个名而已 他没有任何实权 但那是没办法 对外 别人不知道 除非你有固定的合作伙伴 你们事先都约好了 法定代表人签字都无效 这也是可以的 一般情况下 法定代表人 就可以代表这个公司 第二种就是代理人 你个人可以委托 委托别人去帮你签合同 帮你签合同 单位也可以 这就是代理人 有一种特殊情况 叫表件代理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术语 什么意思 这是法律上一个术语 这有回到我刚才说的 这四个字你都认识 但是 这是一个法律数据 连在一块 你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我可以用通俗的话讲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人是有代理权的 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签合同的权利 并没有代理权 举一个很通俗的常见的情况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跟你们单位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单位也没有授权 也没有委托我去签任何的合同 但是我手上有一张 你们单位给我盖章的一个空白介绍信 或者叫空白委托书 咱们现在还有很多单位习惯用介绍信 就是一个空白的委托书 已经盖章了 或者一个空白的合同 这上面已经盖了你的章了 我跟你们单位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我手上也不知道什么样的途径 我拿到了这个元件 我拿着这个去对外签合同 外面的这家公司 他不知道我这个是怎么来的 他根据这个 已经盖了章的 或者说法庭代表人已经签字盖 签字并且盖了单位公章的 这个委托书或者说空白合同 他就按照常理来推测 他就认为我有代理权 他就跟我签了 他就信任这个空白的介绍信 或者空白的合同 他就跟我签约了 这个时候这个单位 就是这个空白合同书 空白的介绍信 空白的委托书 没有保管好的这家单位 你就应该承担责任 我当然是冒用你们公司的名义 最后你可以来追究我的责任 但是你对外 对那个签合同那个单位 你还是该怎么履行 还得履行 该承担什么责任 咱们这些内部再来扯 再来算 你可以再来追究我的责任 我举这个例子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包括一些授权 比如说原来有授权 张三代表我们单位去签合同 但是他最近离职了 或者说他最近离开这个部门了 没有这个权利了 你一定要跟原来的这个合作单位 说清楚 并且把相关的这个授权书啊 或者什么的收回 或者说他们做一个书面确认 说一个书面确认 就是谁是谁 没有权利代表了 否则的话 对方还以为 仍然是这个张三这个人 在代表这公司 签合同 为什么要写合同目的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 因为合同法的很多条款 这个就是我随便挑了几个合同法上的几个条款 你看蓝色部分都写了根据什么什么合同的目的 或者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 或者根据什么什么来解释 根据合同的目的来解释 就是你这个合同的目的很重要 有的时候 但是买卖合同 双方的这个合同目的很清楚 有的时候 如果你有特殊的目的 一定要注明 比如说 我跟人采购一批器材 我就是为了今天下午 四点钟到六点钟之间使用 过了这个时间 就哪怕你抄一分钟 我可能都没用了 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写清楚 在合同里面注明 我就是为了什么目的 这样的话 如果它迟到 比方说就迟到两个小时 我就是为了 比方说就约定今天送货 但是我是四点到六点之间要用 结果它六点零一分时候送到 是不是根本违约 就取决于 跟这个合同目的关系很密切 如果我过了六点 我这批器材就没用了 那么它就是根本违约 如果说我 我这个合同目的 是我最近一段时间要用 那么它迟到个几分钟 甚至迟到个几个小时 甚至迟到个一天 都不算很严重的违约 最多是进行一些 对价款的抵扣扣除什么的 或者追究意味的 但你不能说我一分钱不给它了 这笔设备我也不要了 所以说这个取决于这个合同目的 如果你有特殊的目的 最好是在合同里面注明 合同标的一定要写清楚 写准确 比如说北京某一家法院 判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一个买卖合同 双方买卖合同的标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西伯利亚纯种寻鱼鱼苗 通常来说 就乍一看已经写的比较清楚了 但是还是出问题了 出问题出在哪呢 因为这个西伯利亚寻鱼鱼苗 它有两个地方有 它有来自两个地方 一个是俄罗斯的 来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寻鱼 还有一种叫来自法国的西伯利亚寻鱼 这个卖方提交的鱼苗 是什么样的鱼苗呢 这个鱼苗的副本 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寻鱼 它的母本是法国的西伯利亚寻鱼 现在这两个副本和这个母本结合 产生的后代 这个鱼苗算不算纯种呢 它们的争议就正在这了 算不算纯种 最后打到法院了 这个法院也没这个 法院也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纯种 国家没有这样的强制的标准 没有统一的标准 行业内也没有说成文的一个标准 一个行业有关系 没办法 最后法院就认为 因为你约定的是西伯利亚寻鱼 现在他不管是来自法 他的副本是来自法国也好 来自俄罗斯 他毕竟还是西伯利亚寻鱼 最后法院就判 卖方的供货是合格的 他们当时的约定是什么样的 咱也咱的外人也不知道 我就说假设 他们约定的不是这种情况 假设他们约定的 一开始的真实的想法 是想要纯种的 全部副本和母本 全部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寻鱼 那么对买方来说 这个案例他就亏了 那没办法 谁让他没有约定清楚呢 像这种合同条款 你让律师给你审 他也审不出来 因为他也不太可能 有这么专业的知识 就这个太偏了 太专业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最好是让你这个懂业务的 懂行的人专业人员 跟法律专业人员相结合 后面我还会提到这一点 就是让懂业务的人员 跟这个律师 或者说其他的法律工作人 共同来起草这个合同 共同来把关 这样的话会比较保险 感谢观看